萧炎首次炼制天妖魁,实力有多恐怖, 仅一拳就能打死三星斗宗强者。 在斗破苍穹援助中, 萧炎为了前往中周, 做好万全的准备, 打算利用在魔眼谷得到的傀儡之术。 炼制一具强大的天妖魁, 毕竟, 拥有一个绝对服从的强力打兽, 是任何人都想拥有的。 只见在空荡的岩浆世界内, 萧炎盘息坐于一块巨石之上, 他手掌一挥, 两件物体便飘飞而出, 重重地砸下,掀起泄许灰尘。 那出现在地面上的赫然便是云山与地魔老鬼, 被封印的躯体。 萧炎的目光缓缓扫过这两具躯体, 最后停留在了一袭白袍的云山身上, 陷入了沉溺。 这云山生前的实力, 约莫为三星斗宗, 而地魔老鬼则是七星斗宗, 相比来说, 若要炼制天妖魁, 显然的魔老鬼的成功率会更大一些。 念头闪过, 萧炎的目光再度扫向云山, 心中却略微有些恍惚, 脑海中渐渐浮现出身着云色裙袍, 透着一丝丝雍容闲静的曼妙倩影, 云韵。 低声的尼男生忽然从萧炎嘴中传出, 一想到当初临走时, 云韵眼中复杂的神情, 她便忍不住将拳头紧握了起来。 七年云韵的眼神, 有着浓郁的凄凉, 却又夹杂着些许无奈与不舍, 甚至隐隐间还有着一丝淡淡的恨意, 显然, 这个绝强的女人依旧十分在意, 为何萧炎要将她的一切残忍地毁掉, 也正是因这一丝恨意, 才会令她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加玛帝国。 或许在云韵看来, 那类不过是个伤心之地罢了, 离开便也不用带回。 想到这里, 萧炎咬了咬牙, 对于这第一个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不可否认的, 她心中永远会留有一丝情愫, 即便两人的相识颇为梦幻, 但最终的结果却极尽几凉。 思绪翻涌间, 萧炎的嘴中也是传出了一道悠悠的叹息, 片刻后, 她手掌一挥将云山收入了那界中, 不知为何, 萧炎并不想以云山炼至天妖魁, 其中原因她也说不清, 或许是不想日后见到云韵时, 两人因这傀儡再度出现一些变故吧。 念头闪过, 萧炎深吸一口气后, 终于是看向了地魔老鬼的躯体, 轻声念叨道道老师, 等将你救出后, 不孝弟子会帮你找一个更强的身体, 萧炎的神色也是逐渐清明, 一抹灵魂力悄然涌上双眸, 下一刻, 只见其驱者一旦, 碧绿火焰便闪电般掠出, 将地魔老鬼的身躯给尽属包裹, 在这炽热的高温下, 地魔老鬼身上的冰层迅速溶解, 就连其一桃也是直接化为了粉末, 伴随着火焰不断的炙烤, 伴想后, 一丝淡淡的黑气便从地魔老鬼的身躯中钻出, 被焚烧成虚无, 这黑气内隐藏着主人生前一些细微的意念, 想要炼制傀儡, 必须将这意念驱除, 否则灵魂难以与身躯完美融合, 看到黑气消散, 萧炎静心灵神, 手印翻动间便正式开始了天妖魁的炼制, 在后续时间里, 萧炎先是花费了足足半率, 将那地魔老鬼的身躯淀炼成森冷的灰白之色时, 他方才取出在出云帝国抓捕到的铁护法, 而后萧炎便在铁护法认读的咆哮声中, 进入了地魔老鬼的身躯内, 与之一并融合的还有那气阶的火属性魔盒, 随着碧绿火焰持续至烤下, 不消片刻时间, 那铁护法和火属性魔盒以及躯体三者便完成了融合, 此刻起, 这地魔老鬼也终于是彻底的变成了一具傀儡, 望着那闪烁森冷之色的傀儡, 萧炎面色淡漠, 食指连弹剑, 打出一道道泛有奇异光泽金属物品, 而后期掌心碧绿火柱喷涌间, 将那诸多奇异金属囊括而去, 时间就这般悄然消逝, 十天转眼而过, 在琉璃莲星火恐怖的高温下, 那原本坚硬无比的奇异金属, 也是化为了一团暗金色的液体不断低落, 看着那在暗金色液体覆盖下, 逐渐变为铜块一般的傀儡, 萧炎眉头却是缓缓皱起, 怎么才是铜色? 按照竹简的记载, 天妖魁共分天、地、 人三等而辨别等级的方法, 便是观其皮肤颜色, 天即为金, 地即为银, 人即则为铜, 显然目前这具铜色的傀儡, 才是那三等中的下等, 也难怪萧炎颇为不满, 但就在他心中失望之际, 那不断吸收暗金色炼体的傀儡, 却突兀地闪过一点淡淡的银芒, 这固然出现的银芒, 并未被萧炎忽视, 当下他的目光, 死死地盯在那傀儡身上, 心中也是悄然泛起一抹激动, 那傀儡身上的铜色, 也是徐徐消散, 全而代之的则是越来越多的大片银芒, 随着银芒涌现, 一股强悍的气势, 陡然从那傀儡体中弥漫而出, 并在逐步攀升, 这般奇异的变化,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, 浓郁的银芒布满了傀儡全身, 望着面前悬浮的傀儡, 萧炎知道应该是炼制成功了, 当下他轻咬舌尖, 喷出一道蕴含些许灵魂印记的惊血, 侵入了企鹅头之上, 当萧炎的惊血在傀儡额头, 化为一个无法磨灭的暗红血印时, 他那黑色的空洞双眼, 竟是出现了一丝生机, 下一刻, 那傀儡低头看向巨石上盘坐的萧炎而好奇, 脚掌落地, 头如微垂下, 单膝会地, 见到傀儡这任主一般的动作, 萧炎双眸虚拟, 此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, 自己的灵魂犹如被分成了两部分, 一部分灵魂掌控着自己的本体, 而另外一部分则控制着那单膝下跪的傀儡, 他现在有种感觉, 面前这具傀儡, 将会对自己的一切命令绝对服从, 念及此处, 萧炎不禁咧嘴一笑, 从今以后, 他也算是有了一个永远不会背叛的保镖, 目光泛着一丝火热地盯着傀儡, 萧炎知道, 虽然此时的前者仅仅是具体妖魁, 但其实力恐怕不会比一名五星, 乃至六星的斗宗强者弱, 想到这里, 萧炎迟疑了一番后, 便对这具低妖魁, 下了第一道命令, 指着下方的岩浆火海, 打上一拳, 话音刚落, 那低妖魁眼中便是涌现一抹鸿芒, 然后拳头紧握, 就这般直直的一拳, 顿时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声, 在这片世界之中回荡响起, 萧炎健壮眼中也是略过一抹震惊之色, 按他推测, 这一拳绝对能将一些二三斗宗打成重伤, 甚至若是对手再倒霉一点, 恐怕一拳秒杀都不是不可能, 这天妖魁不愧是从远古遗闯而下的杀人力气, 如此强坦的杀伤力, 只能用可怕二字来形容, 而且这具傀儡还只是达到低妖魁, 真不知道那所谓的天妖魁, 又是何等的强悍, 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后, 萧炎便将其收入了那戒之中, 萧炎便将其收入了那戒之后,